沙文斯去Mark Kobe 應該是比較適合一點 如果是這樣的話 變成防守方面 那就糟了 哥頓要Mark 一個很高的球員 哥頓去Mark 廢室 狼牙是封到的 Derek Rose 好嗎 駁一駁腳 交分給哥頓 咦 加了一個兔子跳 一個雷浴 OK Pick and roll 扯了加素上來 哎呀 交球 我以為他會給羅 剛才的球 交球的決定慢了 所以分出來 沙文斯的三分球攻球領先一分 你還沒回來 三秒鐘過了半場 哥頓又進一球 這個球 太容易走 好 輪到這邊 1 2 3 4 5 5個對2個在右邊上來的沙文斯搞定 黃頓在近距離 先踢出來 富爺子也進來了 波頓又落在沙文斯那邊 搞定了 張沙文斯 胡人隊塞了13次的射球 當中有11隻 藍板是比芝加哥搶飯的 所以 雖然胡人隊上半第一節 但Turnover的次數不是太小 氣勢 打出來 又搶到藍板 打算很快地出現 不過這次對方回防了快 這個沙文斯被他拉著第四節 他先用亨烈治 大力老師還不用 很久沒有後飛 先看這裡 沙文斯 又進了 今天真的甚麼都進了 七色 阿里莎 阿里莎 撿死雞 不要忘記有幾秒 在這裡看看芝加哥的放不放大帽 路斯 進了 進了 壓分了 完剛才的坊佬之後 打算這場比賽的上半場已經結束了 還有三、四面 你迫球到哥頓的手 哥頓的組織能力是 師季已經說過 他是苦練 他的軟射和三分級 還有廢紗 這邊也有結論地說到他 是拔了他的手 他是有好 鯉魚幾乎失敗 沙文斯 他一個轉身打電話 這個球就是 博犯規 OVERPLAY他的左邊 接著他轉回 走右手的時候 Kobe的時間也很漂亮 很難追回三分球 其實很難追的 那本場 你贏球,別人都會贏 不是Kobe的A遊戲 挑戰 他自己今季 暫時在芝加多公球隊 正選每一場的平均